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尺到11尺的层高 你进去就知道了 非常非常的舒服 我们在哪里呢 现在在Sawina 六七年前 我自己买的地就是在这旁边 然后也是挨着头位 这个社区在哪里 就是你知道达拉斯是一点一点发展的 然后一开始是635叫一环 是吧 然后Bush叫二环 然后121是三环 380是四环 然后现在outer loop是五环 现在我前面一直在说 我说达拉斯就像2002年的北京 要开奥运会了 没想到奥运会没开 世界杯开了 然后主场就在Arlington 我们会有一个场地在这 所以2026年是吧 我们欢迎大家来看达拉斯来看世界杯 然后呢 这个五环是outer loop和头位 你知道 这套房70多万 其实是已经是这个社区 我们叫一期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等到这个大社区全部建好之后 这奥特 loop全部建好之后 这边如果说有100万的东西 你来找我 我给大家看看地图 五环 五环 你看这是635一环 整个城市这样 这是二 Bush二环 1213环 380在这 这是 这是头位 然后我们先看这是289 你看这是outer loop 看到没有 你感觉这个路很窄 对吧 我得把它放大 你看到这路有多宽 180尺的路 朋友们 现在 这就是达拉斯的大外环 现在已经 Colin County 因为最有钱 Colin County 已经第一段 第一个阶段 就是从 Colin County沿线 就是头位的西边 Legacy这块 一直往东修到Caster 这一段地已经全部买好了 就是它的宽度和今天121 直接通向全世界第三大繁忙的机场 就是AA的总部 就是这个叫什么 DFW International Airport 那个路是一模一样宽的 桥上是四双向八车道 中间海道还没修 桥下是双向六车道 不算左右右转 如果加左转右转就是五车道 所以这180尺的车道 大家去感受一下 好 我们先进来看 非常非常的爽 我鞋带没记得 因为今天是Final Walk 所以 哦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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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大家说的是 永远不要买这种Circle 是吧 但这种Circle 我来看一下 它一面没有 一面没有 所以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完全空地 然后空地的对面 是未来这个社区的小学 我给大家讲了很多遍 达拉斯很多好的地方 像Prosper Salina Frisco这些地方 小学就在社区里 就是你家小孩吃早饭 最后一口牛奶正喝的时候 然后那边上课里想 他再走过去 没有问题 而且大家想想 你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你每天送孩子上学 从你开始准备到至少半个小时 你孩子在对面上学 你上班都可以先走了 是不是 这个省下来时间是多少多少宝贵的 好 我们再来看 他这套房子外墙用的白色的石头和砖 但是实际上它的石头 就是质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你可能从视频上看不出来 就是质感和砖的质感完全不一样 而且砖也有两种 在里面的壁炉也是用到的 我们进来再看 现在大家都喜欢这种风格 就是非常非常的简约 然后用的是白色浅灰色的 就整体这种感觉 好 我们现在进来走廊 走到现在全铺的是木地板花纹的砖 你现在看不到不知道有多大 现在你管感觉层高和我的走廊的宽度 你就知道了 所以这套房子是有回升的 接近3000尺 28900尺 然后是有4个卧室 3个full bathroom 这是一层朋友们 所有的门全都是8尺门 这就不用说了 我们先到入户的这边来看 入户的这边来看 这是入户的衣帽间 8尺的衣帽间的门 然后再过来地毯比较一般 因为当时我们的客人在买的时候 已经选装好的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全部把这些地面全部做成 那个nail down hardwood 然后这个base再加宽 然后这个所有的门套再重新做 做完更好 是吧 再过来这个就是前院了 所以先上学的小朋友就住这个房间 你看老师一门门口接孩子了 然后这边呢 算是一个jack and jail 是两个公用洗手间 再来他也是干湿分离的 所以台面你看灯非常漂亮 然后台面也是高台面啊 再来 这边浴缸这些都没有问题 都正常 但是他是干湿分离的 我每次自己在一个秘密空间里 我就幻想在一开门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不一样 一开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消失的 只有我一个 这边是另一个卧室啊 刚才跟那个一样的 一帽间 这个卧室朝侧院了 然后这个也没有led灯 就是比较便宜的洗顶灯 再加上他的衣帽间 我就搞不懂 这个衣帽间就是他层高啊 这也很高 所以你就感觉这个很窄 整个是竖起来的啊 好这是入户的两个卧室在门口 你也可以做书房 当然这个整个你看他非常非常的宽 从这可以看到 正对着就是他的三段的滑动门 非常舒服 好 我们再来 左侧是他的车库和电影院 朋友们一层的房子 当时是选装的电影院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变成另一个卧室 因为他面积够大 所以是有两个热水器 这种这种就是储水式的热水器比较老实的还是比较非非常可靠的 现在质保都有一般都是8到10年哈 但是建商给的给你给的好像是两年 但如果你自己去home depo买的话 就是8到10年 再过来 这个是入户的 看医帽间 这边就是电影院了 他线全部给你留好了 我在想这个房间实际上可以做成baby的房间 如果你们谁家里有小baby的或者婴儿的 实际上他可以坐在住在这个房间 为什么呢 因为这儿是和主卧的衣帽间联通的 很多那种那样2million的房子 他们就会有这样子专门的联通的机制 就是让这把能够take care baby 那边也不影响休息 然后洗手间去快尿布 什么也方便 所以当然你也可以做成书房 也可以做成电影院都没有问题 最主要是他所有的音响线都留好了 然后这边是洗衣房 所以你不管是从车库进来也好 从前面进来也好 你都可以顺利的进到洗衣房 然后还有科技的力量给你们看一下 今天的水龙头已经不一样了 看到了吧 他多加了一些相关的装置 所以说我们买新房和二手房的区别 就在于新房很多东西 特别是因为你们不管房子 你要管一些70年代80年代的房子 之后就发现最容易出问题的什么 第一个是管道 第二个电线 还有就是很多所有的插线板 他做的时候 他的电路 就是比如标准已经不一样了 比如说电线要用多粗的呀 这些你没有办法去改 而且都是在墙里面 所以我们认为新房子在电路上和管道上非常有优势 还有在植物和维护地基上也非常有优势 从这儿到这儿就直接到我们主卧的衣帽间了 然后就进到主卧的洗手间 我们不去看 从这儿 这走廊是不是很舒服 刚才那是两个卧室 这是第三个卧室 第三个卧室在这儿 OK 再过来 他这边两个砖也是铺的全屏的 几乎 看出我的小脚了 所以 对 你看抽风扇 三个灯 这LED灯 然后公交出风口 都很棒 然后在这边 这是第三个卧室 所以4加3代电影院是整个这个房子的配置 然后再来就是你们最喜欢的公共区域 哇 是不是特别舒服 在这种德州非常炎热的气候里面 这个整体颜色配色 这个采光总感觉一过来就已经很凉爽了 然后现在的壁炉全都是新式壁炉 就是以前也有这种案件的你知道吧 有这种案件的是 他一直是有个小火苗 然后再给他把火燃起来 那这种他是自己打火 然后再把火燃起来 就这个比以前那种要高级的多 就是他更节能一些 就是普通的也有这种 就最老实的就是自己 自己就是没有煤气管道直接烧柴 然后再高级一点的是 他有个煤气管道 但是你要自己点 然后第三种呢 是他留一个火 一个小火苗 然后你打开 就这个是通gast 然后这样爬起来 就给他加大那种点火 然后现在是小火苗都没有 你打开之后 他自动点火再点起来 所以这个是比较好 然后你看他这个 这个整个的 这个壁炉上面的这个木头 你看他 他多少岁了 多少岁了 这十岁 十岁 二十 这都大学毕业了 三十 你看这几年是大年挣上钱了 然后四十 这是光景不好 五十岁 这一点已经五十年的东西 在你家的这个 很不起眼的地方出现了 做收藏 哇 真的是 你看 而且 对 你看这个石头 我刚刚跟你说 你看他们在 石块在切割的时候 看到了吧 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这些 这几块表现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看出来 有深有浅的颜色 好看一点 这是客厅了 那这这套房子 实际上是有两个餐厅 中间 如果你是做早餐厅的话 是在这 然后那边是正 这边是正餐厅 那边早餐厅 但那边更大了 所以就这个区域 我觉得就比你小时候玩 那个老鹰抓小鸡 小朋友们都比这还要再大 我这个客厅太大 我从这走一下吧 好吧 你看从这条线 我从这走一下 走那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就已经是快八米了 我从这走到那个台面上去 我是不是在镜头里面显得特别小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米 至少有七十个平方吧 八成十 我们少算一点 至少有七十个平方 就这个公共区域 不算这一侧就有七成平方 然后我们再算这 一二三四 这是应该是四乘五 这有二十 一二三四五 对啊 五还多 我觉得这有二十个平方 那有七十个平方 加起来 这公共区域不算厨房 就有一百 加厨房就一百多了 一百多平米 太舒服了 真的是太舒服了 而且它层高又高嘛 我再显示一下 我的身高给你们 是不是 只要看我的视频 感觉买啥房子 感觉很大 门给它打开 门打开 三段滑动门 一定要打开展示一下 太好了 后面这边gas也有 电也有 而且它电给了两路 看到没有 这边是专门给你看体育比赛的 给中国队加油 就靠它了 然后这边是 你可以用烧烤的电 然后这再弄 你现在做这个patio 随便弄两万多块钱 随便弄一下两万多块钱 好 然后这就不说啥 如果是我 我会怎么做 我在想 就是因为这几个餐厅 已经够大了 而且这两个餐厅连在一起 意义不是特别大 那怎么办呢 因为所有的那种 也不是所有的吧 就两百万的这种好房子 他们就是也不是两百万没有 这三四百万 你们自己去网上看吧 就在达拉斯区 你找三四百万的这个房子 不要去海南park找 海南park肯定三四百万跟这差不多 一般的就是三四百万的房子 然后有这样两个大的中岛 还有两路水 你这还可以再加一路中岛 外岛 这样加过来 哇 就太爽了 你知道吗 你在这也可以 当然你摆个十米 那个十尺的正餐厅 那个餐桌也可以 那边摆圆桌也可以 但是这个如果是带柜子的 然后中岛坐过来 一直坐到这 整个的厨房气室就有了 这已经去到这了 这边这个这个桌子专门擀平 这个桌专门包饺子 那个在那煮 因为你的客厅不需要 你的客厅不需要这么大 这外面就坐一个边 坐着跟这个门连在一起 我觉得就OK了 客厅不需要这么大 太大了 这是屋主的事情 我多虑了 我多虑了 好 橱柜台面 这些全都是全白色的 为什么就说 我一直给大家讲 那时候浅色的比较好 就是你这个再去换 再干嘛 就是你很容易 包括配家具 或者你卖房的时候 做点随便做点staging 就很容易出效果 但是深色的 或者是在其他颜色的 不一定好配 炉灶很一般 对我这种是吧 大厨来说 这也太一般了 这个也是 它虽然给了你36的宽 但是它是假的 就是抽油烟机给你给的只有这么大 你看 声音有点大 实际上没劲 别被它忽悠了 你看 当然你就是对于美国人的抽油烟机 你也不用吐槽了 反正这个就这个钱了 就这点 这个拿下来洗 你看它整个的电机就这么大 哎呦 啊 就这东西 我就说就铁皮盒子加个电机嘛 你去去去那个什么买吧 去亚马逊买 把风速买大一点 就是电机转的快一点 就就这么个原理 当然你也可以买我们的国货 是吧 我也不知道 它们是啥原理 反正就这意思 但我刚刚才都装不上 我就翻车了 不好意思 这个实在是太气筋了 哎呀 哎呀 屋主也可以请厨师嘛 不做饭 自己不做饭 太累啊 好 这边也是他家所有的水龙头都是 你看 他有一个新的这种装置 这是给那个厨房的 给厨房的水龙头 烤箱和微波炉都是正常的 这也不值什么钱 就是正常 在这个 在这个级别里面 他没有做升级 也不需要做升级 但是那个炉灶 你要炒菜的话 一定要做 灯 我知道你们在这个级别的房子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灯 他已经做得很好 所以灯都很漂亮 现在 是下午三点多 你看看没有 整体的感觉 后面是这个小区的trail 你可以悄悄的开一个小门 然后就可以溜出去 你不用从前院绕了 这个后院还没看完是吧 来看一下后院 这个一般都是做 extension 他已经做过了 广加这一点的 一般建商的 你要个六千八千的 所以我说整个全部做下来 至少两万 你自己做的话差不多什么 是不是很舒服 鸟语花香 院子也够宽 它后院 因为它是这种circle 它是前院小一点 但我说前院小一点 它有些一个圈里面盖八套房子 这一个圈里面只有三套 一二三套 四套 所以对面是没有车的 所以你来开party 完全可以停到旁边 是吧 太好了 是美运动的深色的 guess什么都有 我们现在去主卧吧 好吧 一层的大房子就是舒服 很多人喜欢一层的 就不用爬楼 而且就是 很多人比如退休了 我也想住个一层的 就不想住两层的 而且楼上放着没有用 这一楼走来走去多好 而且很多人喜欢全地砖的 比如说你磕了碰了 家里挂了什么都没关系 当然就是说 至少这个砖近十年不过时 十年之后 我估计会过时吧 所以这个全砖那种打起来会比较 比较 把砖磨掉会比较难过 你看这个主卧 大概应该是至少是12尺高了 然后再加吊顶 C零所有的 三扇窗 而他们家后面没有邻居朋友们 这个窗可以一直开着 你要那种春秋的时候 甚至可以把这个打开靠自然光 然后靠自然的风来 就很舒服 真的是 好再来 他的卧室这边是便盘 没有柜子 可以再生几个柜子 他们家我喜欢的他们家镜子 看他们家镜子 就这个灯和这些全都是配套的 刚才那个 这个处理的非常聪明 为什么呢 比如说你要在这化妆 如果女孩在那化妆 他所有的镜子到头 这个光从这里面会出来 所以你脸上那种自然光 我虽然 你看到我是不是今天就稍微有点帅 这样就背光了是吧 但我这样转过来脸是亮的 你再高级一点 一些老房他们讲究 人家在这台面上要放台灯的 这边再放放两台灯做出来 非常漂亮 然后这个freestanding浴缸 是吧 由于它是这样的配置 它是完全升级的 这种浴缸 当然你去Home Depot之类的地方 可是买不到 然后它一圈砖是贴到边的 看到没有 所以这些所有的砖子 那个是也多了 所以 上回有一个屋主给我说 这种浴缸后面不好清理 可能是吧 但是说起来也酸酸的 也不是每一家都有这种浴缸 是吧 不好清理 我也就这应该是屋主说 我们家浴缸不好清理 是吧 哦你们家是哪种浴缸啊 这也是挖下去的 今天都测过了 这样 没问题 这个都可以换一下 这后面自己换 建川也不提供自己换 然后你要升级的话 把这个水什么这些都可以升级的 换个好一点的滑洒 这边就是刚才到那个 我为啥我再给你们最后讲一下 这个啊 现在我是衣帽间 说实话衣帽间有点小 都给客厅了 也不知道为啥 哈哈 屋主喜欢在客厅玩老鹰抓小鸡 所以在客厅少买两件衣服不重要 这个就是电影院 所以如果想要跟baby 比如说假设你家里刚好有小baby的话 那这个就可以开一个门 开一个门呢 你从这里面也可以过 然后从外面也可以过 这是刚才从外面脱回来的衣服 脏衣服就可以放这 然后你看就在这 好不好 而且本身 这两个音响线是环绕立体声的 你电视本身就放在这了 随着网络电视的接线盒在这 当然现在电视都用无线wifi了 这样的话 在这是不是电视的插孔 在这是高的地方 然后所以这实际上是可以开门的 你甚至你要不想开这种门 你开个侧拉门都可以 这不都连起来了吗 是不是挺好的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 我再给你们再秀一下 给你们让你们看一下这个位置 你们还没搞懂是咋回事呢 给你们看一下未来达拉斯的发展 我给你用 我这个google map上的我的个人信息太多了 你看我google map上全是全是星星 全都是我们买了的东西 所以我就不用google map 给你用我的这个手机上的地图 给你看啊 来我们把卫星图打开 你看近一点啊 你看啊 现在这是达拉斯 达拉斯托位是不是 达拉斯托位 然后到这 现在一个桥马上就通了啊 桥马上就通了 然后还有 你可以这样子 你可以用你的现在google搜索 salina 搜索prosper 然后搜索 几个关键字 然后new community 啊 之类的 或者developer 搜索这些关键字 然后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 这这这这这北边发展这么快 然后你也可以去呃呃 达拉斯morningnews之类的这种 啊当地的报纸啊 这网站你可以去看一下 好 我给你看这个在这 你看他的这是这是我们现在这条线呢 这条线叫什么 这条线是 是他南路南侧的辅道 从高速上下来 这边是路北侧的辅道 中间全都是高速 这个比380要宽的多的多 你不知道吗 这就是达拉斯闹斯投位 投位是啥概念 投位这是 这是这是 大的叫master plan 这是在投位边上 这个社区盖了有 我觉得怎么有6年了吧 至少有个6年的 现在还在盖都没盖完 一开始就是从30来万开始盖 现在盖到100了 然后再往下 这是star trail 这个也是这个盖了有三年多 三四年至少了 那中间以前这些房子都是80多万 现在现在123 现在新的房子大概140左右 然后这旁边还有80来万 就窄的40十块 45十块 还有 你想要80十块 82十块就没有了 好 但是这是这是现在嘛 上面是未来嘛 我再给你看 现在还有其他的社区 这都是现在盖的300多万 四百万的在这儿啊 然后这是投位 这是这边都是大概一两百万的房子 啊 这边就便宜一些 然后这是starwood 这大概从100万到300万 但是当时起步的时候 大概就是四五十万啊 然后再往这边 这是stonebrayer 这也是球场社区 所以你会看到整个投位两侧什么情况 然后整个这个世界是从这开始 这是世界的起点 目前这个世界没有终点 因为现在要从八百万人往一千万人走 所以你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你的那个 关注一下你的这个新闻你就知道了好吧 所以我希望看这个视频的人 十年之后再回来看这个视频 然后也看看十年之后我们的生意还在不在啊 做的怎么样 然后再看看这个社区多少钱 所以现在只是刚开始 我认为这次 比如说现在不是股票 股票跌了吗 然后现在加息 我觉得这次震荡之后 才是达拉斯第一个黄金十年 为什么呢 因为前一个十年从2011年到2020年这个这个时间段 达拉斯是不为人知 只是local或者一些先期的投资者知道 那现在这个下一个十年 是大部分美国人都已经知道了 然后包括国际投资者知道 所以下一个十年 就是从我们今天是2022年202324年起步 然后到可能2035这个区间 因为这中间你看高盛 5000个岗位 然后在达拉斯在2025年还是2028年之前 就是除了纽约第二种都在这 然后其他金融 那那那这瓶摩根就就已经在门口了 就在Freesco 呃 然后前两天CAT也来了 所以太多太多这样的信息 我们也听了也不意外 因为实际上你在翻我三五年前说的都正常 因为这是一个势能 这个势能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 什么时候会改变 什么时候你到Selena看旁边没有教会了 然后你到Prosper 你到周日早上教会不堵车了 那OK这个地方可能就不行了 就这么简单 好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在底下留言转发 关注我们 欧向美国 我是邱瑞 我在达拉斯等你 再见